不下就没事 下了就死了 但是你不下的话 这边有雷 下了又果然出声搞大地啊 你说你这谁顶得住啊 你胆子还很大 搬进来之后 但是还是被防徐当中的Levis给打倒 今天EU也是没想通 你不是 你一个榜首队伍 你为什么要打得这么渣 这有点不把你的对手当人了 这一波还扫 为了去倚人家 然后不看前面的路 我心态大崩了 天呐 心态崩了 下一把 就是这个EU也是属于没想明白的那种 他就是按照他现在的整个 战斗实力跟状态 每一把去圈边找一个对快乐一把 他就稳稳的下班 是的 说实话他今天这个状态 你蒙上那个积分以为他是快乐对不对 我以为你会说蒙上那个积分以为他是SQ 你很过分啊 搞针对是吧 哦 这边的话 严重救不了了 有一说一他是SQ的小弟 那你要这么说 大哥都没有进胜者组 我第二天也不能发挥的太好 越南本地的越锤特别多 那肯定 他还要反打这个Adam 他被人家打的剩一枪的血 他居然从车里面站起来要打这个人 是的 这种时候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直接方向盘往左打死 开过去不就好了吗 对方其实还是有这种小围墙什么的 对 我这个人好刚啊 被波兰老哥直接收下 鸭皮这波换喷子了 二手三 喷子喷一个 喷一个 喷一个 两个队友呢 拉枪还是不错 对方第一时间没有 扶人 扶不了人 拉过去 天脸了 对面一波拜年 哇 竟然是满血拜年给他拜了 这边应该是12有可能吃到闪了 是的 露露这波过来了 刚刚看到那个信息是给了的闪 不舒服来的话呢 你的側翼拉不开枪线了已经 而且本身就人少 死血直接将萨萨给反打了 被撞了 实戏也撞过来 USG 三队混战 听到了 听到了 互相听到了 听到了 这个拉雷的声音 这把佩偶是在 若瑟在等啊 这把他没有乱扎了 看一下佩偶能不能有机会吃到一个切角 双方互相消耗的这个投注还是挺多的 另外一侧 1897 露露 李露先喷一个 二楼不敢上 一楼喷空 队友 喷倒一个 那这里不敢下去 是的 不好下不好下 一个折角闪 然后从另外一侧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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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一个DBS 主要是没闪了 哎呀 这个位置如果有一颗闪的话 完全是能打的 是的 这里是 这两个队基本上也别走了 因为我不停的听见车胎被打掉的声音 又被炸倒了 二楼的速九 USG进攻欲望很强烈 再去 嗯 排山趋势是往右刷的 读了老哥WC 也没有成功的存活下来 已经是 而且他这个勾啊 后续去慢慢的往前面找这种圈键的机会还是有概率的 哦 但这边的话QM的出手 将会给击倒了这个信息 是的 是这个762 只剩下17兽 第一过来了 嗯 谁说我没来这一波 这少个人 他那个位置刚刚应该是想要就是说我卡一个长条房 USG如果拉外围的话有这种枪限 因为身上所剩的这个投注物不多了嘛 四四个人往里面挤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挤 一把妹桶拿在手 这 我我只能说其实攻击 其实比较一般 嗯 麦田的这个区域不是很好的地形 北边的踢太吸引了 天楼的注意力导致PP那边拉上来之后扔雷 两边有点照顾不暇了 但是教杨的一颗雷啊 将Ninja啊 只夹在中间主要动不了 PP其实就摸进两颗手雷就能解决了 那一颗手雷 小头没了 烟马上就要散啊 封了这个过点的烟线 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拉不过来的 好消息就是 Pero这个圈还可以 因为他目前是最需要分数 开天上一趴啊 烟要散了 没机会打药 能埋一个吗 打一个大枪 还有吗 这方不露 他听着你的枪 等你打完了他再拉什么 哇就一丝了 他最后飘了一枪头 一滴 这Livis是数着对方 挤压的队伍还挺多的 圈边上 DIY和FACE 车上 长龙直接放到一个 那样 PRU想着 第一把的火器没地儿撒 这局我重拳出击 前面贴外根 找到了拉出去的无理男 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有了 先把这个人堵掉 无理男的这个防徐可以成为Pero在 这个圈形的一个目标 我们堵掉吗 他那个血量应该也救不了了 里面有稍微有定的距离 啊掉掉掉掉没了 血量太低了 check in 没了 哪里淘汰从哪里进圈啊 是的 这波的话 DIY扑过来 是将残边的肺子给清理了 封了好多好多烟啊 对 大量的背身烟 全都是防这边BBL的 Code Marco 这个和BBL的一波对枪 BBL和这个LG的一波对枪 BBL和这个LG的一波对枪 BBL直接倒了 毒狼也被清掉 小佐拿到这个分数 是 可以啊 这局拿了三分加上这个 排名分 对 这局倒是 保底快拿到了 多追一局 多追一局 好 黄泽龙又打一个 Adozi Adozi是QM的大哥 上车 破车还能开 老 他要去圈里面去炸吗 他要找这个反坡 然后反架一手 拉过来了 BBL 吞他怕直接一颗雷 一雷双向 这不在眼里啊 分数不太好拿 这波直接反坡一趴 但背身很危险啊 集装伤就是这样 嗯 他还是一个体方 还不了手 又打了一个 罗渣 阿希来福特 是的 罗渣他们是要去摸 QM的那个底装箱 被抓住了 不过 Pero他们这个角度 只有一个车座为掩体 好 L7这问题解决了 赶紧 这边必须要从大厂找个 哇 这里 Pero Mas把妹控在那个位置的 压制力太强了 车底 黄泳也是拿了一个妹控 前面在厕所封了很多的一个测身烟 现在的话 能不知道身上前年两名选手的 这个烟的数量还够不够 BRU还是要把重器放到几张箱 剩最后一个了 Eddie过来 哇 战斗力好强 Eddie还能服队友 先打药 你撕血他还想往上面去探一台 抽上去了 黄一铭 抠着Marco倒了 这波撕开了一个缺口 快如闪电 还能打 又打了一个 侧身 黄一铭血量很低 小左这边是二倒 黄一铭这边必须要先打药 哇这个Eddie 哇这个Eddie直接把对方穿呢 穿起来 他个人拿五个淘汰了 哇爹 今天要坐山观虎的 是的 对方在服人 黄一铭服不服 服不服 再服 再服 黄智龙在后面是已经被 左边有人在服人 没看到 没看到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脚步上 以为是队友的 他以为是队友的这个脚步 没看 大意了一些 黄一铭这把狗子 还能有机会吗 这把大多老师状态不好 Flash側翼帮忙 前点BBL的两个人在反行波直接被放到 打掉 没什么用 这个其实 就当 BBL选择 退手大场的时候 最后一手 他选择退手大场的时候 这把吃鸡就已经跟BBL没关系了 DAY要吃了 是的 刚说了嘛 DAY这局已经坐山观虎道了 就剩一个满面 全都是两人编制 哇 DAY这把上大分哦 这样最后的收割 13个淘汰 上大分 啊